我是不知道的 我要知道了 我就会一直在那里矜持 等着他来邀请我唱这首歌 不会舔个脸 然后跟他说 你可以陪我唱这首歌吗 你那时候也没有这么说 我当时就是这么说 我们两个一起唱好不好 我是这样做的 你忘了吗 可是他的表情是这样 我们当然一起唱好不好 他是 好的 感觉有点命令式的 你知道吗 没问题 是这样